你好,我是老胡,不是胡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散装英语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谚语 Proverb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For me once, shame on you For me twice, shame on me Shame既可以做名词,又可以做动词 它的意思是感到羞愧的,可耻的,丢脸的 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这句话,中文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骗我一次的话,你应该感到可耻 如果我被你骗了两次的话 那我才是感觉到丢脸的这个人 就是说你最开始来骗我的话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 所以你骗我是你有问题 我在相信你的情况下,你骗了我 我没毛病,我应该先主动相信一个人 那么但是你骗过我一次,第二次还在骗我 我居然还上当手骗 那么这个毛病就在我这边了 所以才有这么一说 For me twice, shame on me 第二次我在受骗上,我不应该怪你了 是我自己净体性太低,无法识别骗子 我太傻了,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句话很多人进行了一些延展 大概意思是说不管怎么样啊 我受骗都应该你感觉到羞愧 应该shame on you and only you 所以有人这样子说 For me once, shame on you For me twice, shame on you and only you 就是只应该你才感到可耻 因为我被你伤害受骗过一次 我居然还有这么博大的胸怀 我还相信你 我不会因为被一个人骗了 或者被你骗了 然后从此就不相信你 不相信这个世界 我这个人心地良善 我给任何一个人再一次的机会 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改动一下这个句子啊 让这些善良的人心里头感到舒服一点 但是这句谚语本身就是劝大家提高警惕 不要受人的骗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原话是这么说的 For me once, shame on you For me twice, shame on me 这句话当年非常出名 是因为小布什在一次记者会上面的时候 想说这句话 然后呢 他只说了半句 后面半句 他不会说了 忘记了 他只说了 For me once, shame on you 然后下半句他忘记了 所以当时弄的一个很大的笑话 因为美国的这个电视不断的重播他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小布什说话是很随性的一个人 他当年在各种公开的这种演讲和记者会里头 闹过好多好多的笑话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到YouTube上你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小布什当年的这样一个口误的这个视频 非常好玩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成中文呢 大家请看看我的翻译啊 骗我一次 你是混蛋 骗我两次 我是傻叉 这就是老胡版的中文翻译 好了 一句简单的谚语 今天送给你 我再念一遍 For me once, shame on you For me twice, shame on me 希望你会喜欢 明天继续回来收看 再见 儿子